哇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大家玻璃心早已破了二千萬 現在繼續往上升 所以看到這個影片 我會覺得很開心 二十秒 很大的數 有很多很出名的歌曲可能要一百秒 但是短短在不夠半個月的時間 黃明志 陳芳宇這首歌 《玻璃心》突破了二十秒 我想起是一個紀錄 沒有你中國 我們有全世界 我們用什麼去靠那些 所謂的中國微博 微信 去賺錢 NO 我雙部從來沒有賺過 這些中國人 這些中國微信 微博的一分錢 因為知道這些邪惡工具 我們的原理 馬來西亞這麼好的歌曲 就是黃明志 他能夠做得到這麼出色 很難得 那為什麼我這一集 我都會講些什麼呢 我會覺得就是說 好了 很多人呢 就是說 你做完這首歌 那就算了 你們說這麼多東西 很多娛樂圈的人 做完這首歌 唱完出來 那就算了 等你自己想 想飽它 有韻味 那就算了 OK 做到一首有政治意味的歌 但是不會解釋 不解釋就是道理 但是這首歌太紅了 很多人都找黃明志 解釋這件事 而黃明志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說 他既保留了歌的韻味 他不會去刀破一些東西 但同時就是說 他會說 將 抹靈抹然的中國人 的自由 去凸顯出來 他說 有很多人就說 你該死 賺不到錢 黃明志 你賺不到錢 但是呢 黃明志就反駁 真正被封殺的 是中國人民的自由 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 和女歌手陳芳宇合唱的 新歌《玻璃心》 歌曲和NV 被解釋是暗封中國的小粉紅 而中國網友就怒光 黃明志是賺不到中國國錢 Try and put out中國錢 才老羞成怒的寫歌 去罵他們 去唱他們 而黃明志也透過念書 Facebook提出六點駁斥 更說自己沒有被封殺 真正被封殺的是 被壓止自由聽歌權利的人民 因為簡單 他從來都沒有賺過中國人的錢 怎麼會被封殺呢 沒有進來 何來封殺呢 黃明志 今天透過念書發文表示 看到有些不知道哪裡來的網民 說我因為中國發展失敗 賺不到中國的錢 才來寫一手玻璃心 去攻擊他 即是他覺得那些人攻擊他們 來賺仇中分子的錢 活該被封殺 他指出以上短短一句話 裡面有六點錯誤 我講的那些人 那些人說 因為黃明志在中國發展失敗 賺不到中國的錢 所以來寫這手玻璃心 攻擊他們 來賺仇中分子的錢 活該被封殺 這句話有六點錯誤 他怎麼說呢 第一 自己從來沒有去過中國發展 之前有好幾家中國娛樂公司 要簽我 有去談了一會 但後來都沒有簽到 因為黃明志發現 他們有很多審查和限制 怕會影響到黃明志的作品 所以作罷 當然 如果黃明志簽了 也不一定會成功 但發展失敗 這回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第二點就是 所謂的 黃明志賺不到中國的錢 這句話都是錯的 在中國大街小巷 都播著黃明志寫的廣告歌 拼多多的廣告歌 還有很多電視節目和電影裡面 都用我的歌的版權 以及之前有好幾部電影 都找過黃明志寫插曲和主題曲 這些錢我都在這裡賺 已經賺了很多年 到現在都在這裡賺 OK 當然 他說 還有賺平台網路 網路平台上的歌曲版權費 更加說 如果不是道版槍決 會賺得更多 所以第一 他沒有中國發展 他沒有中國去到 去跟那些中國的唱片公司 如果公司簽約 沒有 沒有 是嗎 包括桑普都沒有進中國發展 沒有跟那些中國公司簽約 坐一間都沒有 就這麼簡單 第二件事 黃明志都講到自己就是 就是 他自己是賺到中國人的錢 因為很多人很聰明 沒有跟中國的娛樂公司 企業去簽約 沒有中國發展 沒有發展事業 是嗎 Good 第二 你不發展事業 都要賺到錢 你是聰明 I like it 就等於 你又不加入民建聯 不用加入這個工聯會 你可以賺盡他的錢 拿完蛇齋餅 Good 是不是 有什麼問題 還有不是共產黨給你的錢 是你說真的 你是大家在銷唸播出這個 拿到廣告的錢 所以不在乎 還有現在你叫他 必須要賺這筆錢 I don't really care 就是這麼簡單 那黃明志的解釋就是說 第三點下 玻璃森歌詞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到什麼國家 也都沒有寫到任何人的名字 但都是多謝他們對號入座 所以就說 你那句話 裡面有句話 你是說 活該被封殺的 因為是攻擊中國人 去賺仇中分子的錢 其實整個歌 都沒有攻擊過中國的 像是OLLOW 他由始終也沒有講中國的 你看他的MV 是有隻紅貓 紅貓 全世界都有紅貓 你你說小粉紅 粉紅色 就是攻擊你 可哀嘩 是不的話 可哀嘩 你自己想一下 可哀嘩 toes 那問題是他沒有講到什麼國家 也都沒有寫到任何人的名字 但仍是多謝他們對號入座 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第四點 自己從來沒有仇中過 這一點在我上一篇的詳細介紹過 即是說這一點是 他在上一篇詳細的中國朋友很多 請不要再幫我亂貼標籤 不要說仇中 他從沒有仇中過 第五點 和明志表示 如果一個藝人 真是只為了賺錢 肯定會選人數多 基數大的地方 尤其是娛樂這一行 所以如果要用只為賺錢這一點 來攻擊我的話 你們舉個例子 是背道而馳 只為賺錢 他為什麼要攻擊中國呢 他應該進入中國市場好好賺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對王明志是激節讚賞的 掌聲鼓勵 但六點 王明志根本不覺得封殺 真正被封殺的 真正被封殺的 是被壓止自由聽歌權利的人 這就是他面對的情況 其實很多中國人 很多中國共產黨員 不知道這些說法 王明志非常聰明 一開始他不說 這個是政治的歌 他不回應 說這件事你對我入座 但因為這件事越炒越熱 他迫著要回應一些事的時候 清心直說 而且他有些事 即是點到即止 不會再繼續劃進去 他都不想得罪中國 OK 但同時他講一些事 就講給你 我可以賺你的錢 還有我可以賺更多 為什麼要做你的歌 賺你的錢 不代表我和中國移動公司簽 有沒有中國發展過 我沒有去中國發展過 我又能賺到你的錢 很厲害 有興多多的廣告 對不對 再加上就是 喂 我現在根本上 如有之中 不是覺得被封殺的 20秒YouTube 那些廣告都落死他 已經賺死他 豬頭那樣 不怕被封殺 可能就是你封殺他賺這麼多 你不封殺他哪會賺這麼多 所以黃明志要多謝你 沒有共產黨 沒有微信微博 這樣封殺他 我想今天他也不會賺這麼多 這麼紅 當時我在北京飯店 我和傑斯一起播他的歌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懂聽 不懂課 是不是 我有時唱廣東歌 有一首叫唱廣東歌 和龍口音 和二嘛 挺好聽 沒有人懂課的 是吧 後來他做了很多個歌 我去了台灣之後 中國痛 和黃秋生唱的 沒有人理會 那麼出名的藝人唱歌 沒有人理會 香港人不聽歌 現在這首歌一爆紅 然後就說 嘿 這首歌 很多人說 很垃圾而已 那些 melody 這麼簡單 鐵詞 填得古怪些 就爆紅 可一不可債 彈花一燃 一殺那的光輝 就不是永恆的 這首歌 算了什麼歌 都不好聽的 普通的 這首歌 究竟是做得好不好呢 那些詞言 一流 歌 都不錯 我覺得 但是就是很簡單的 簡單的歌 簡單的歌 才遇入腦 那你說 你要用一種 莫扎特的 蕭邦的 或者貝多芬的 華格納的 這種標準 來看這首歌 當然不入流 這是pop song 知不知道 pop 所以他做得很好的 那你很欺騙 20秒 你欺騙有20秒給我看 你試試做一首垃圾歌 揚扎特的歌 20秒給我看 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 黃明志 有很多人宣佈他 甚至香港有一班人都宣佈他 喂 有什麼大祭 那些歌都一般 你討論音樂的話 不如我們討論很多東西 有rock的 有blues的 他什麼都不是 pop 是垃圾 大哥 作歌也是他 作詞也是他 那這首歌 不是rock 我是rock人 這首歌 我們一點都不聽 那你白癡 作曲也是他 作詞也是他 主唱也是他 整個影響力最大的也是他 這麼好的一首歌 你會不會不是 我就覺得奇怪 政治意味又正確 又正確 你說說這六點 很清楚 黃明志就是very good 而他未來會推出更多的歌 會這樣做 我覺得我為什麼覺得這首歌 不是彈花一炎 或者黃明志的歌聲 不是彈花一炎 是有原因的 當你是因為某一首歌很適合你 有一種意境出來的話 你彈花一炎 當你是因為信念 意念 ideas 或者你的信念 去堅持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彈花一炎 你不會因為 畢竟出現大地之後 你就不會想 他會有一首 叫做 真的愛你 不會因為有真的愛你之後 你沒有一首 叫做海虎天空 同樣道理的 你聽到石頭記的大明一派 你會彈花一炎 然後你看 十個救火的少年 到今天世上所有的地方 歡迎大家一次 那你全部這些歌 有下來的話 他還有很多 禁色 想吃也好 所以我看 有很多的歌 不是彈花一炎 是因為你的歌手 有性格 有味道 有一個意念要傳達出來 這就是charisma 有charisma的歌手 是不會墮落的 只是你的charisma會吞飾 但是你的charisma 不吞飾的話 是不會墮落的 只要黃明智 和陳方宇 他唱得這麼好的歌手 繼續努力去做這件事的話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沒有問題 可以繼續能夠發光發熱 成為華語世界 一等一的歌手 這個我比較肯定 因為他們的信念 是達到一種高度 他們玩的sarcastic的東西 玩的諷刺的東西 也叫做中國tone recordtone 那首歌你自己看 我在Facebook分享過 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些東西 會不會很有寓意的 是嗎 慢慢地摔 有些東西 他以前說得沒那麼爆 那今天怎麼那麼爆呢 是因為現在中國很爆 習近平很爆 是吧 習近平沒那麼爆 沒那麼要二次文革 要這個深刻革命 都不會這樣 要搞到香港這樣的情況 是大家看在眼淚的 台灣有一幫人 我告訴大家 在民進黨內有一幫人 竟然說什麼 3Q陳柏惟被爆面成功 他輸 要重新檢討 抗中保台四個大字 是不是票房讀藥 我聽完之後 要拍桌子 你不檢討 你自己沒有落區 即是陳柏惟被落區 或者落小區 或者他很忙 沒有時間落區 我不管你什麼理由 你就不要好好地落區 一個星期七天裡面 你不落足三日區 就等於沒有落區 你做地區立法委員 要做這件事 我當然覺得他很好 但是他沒有做得到這些事情 就是輸的關鍵 你輸四千多票 另外是什麼 顏家 國民黨 共產黨 後面那種 策動人得投票的勢力很強 即是台中黑派 國民黨 共產黨整個一線路 家裡的支援很大 你不怪這些 你怪 因為陳柏惟說的抗中舞台 票房讀藥 找不到票 這一個呢 接近元朗官商香港的選區 台中二的第二選區 輸了 其實這個輸了 其實我不會 blame 陳柏惟 不會 blame 三嬌的 這個選區本來就很難贏 你有本事文文進黨 贏給我看 現在我有個好的 就是一個好的朋友 林靖怡醫師都下去了 他都相當好的一個 一個我們的夥伴 下去選這個台中二選區 那他贏不贏了 我只是說給你一次很難 他輸沒問題 輸還是林靖怡醫師 贏的話 就是林靖怡醫院 做回以前她做的立委 是吧 做回立委 行 沒問題 背水一次 他都付出很大 你面對很多的一些 不同勢力的一種恐嚇 我知道很難走 很難走 但他走 我衷心希望他成功 但同時你會看到 你用這件事 blink抗中寶台 香港有很多移民的地方 香港的移民是 整個抗中寶台的一個板塊 Save Hong Kong 抗中寶台的其中一個板塊 你將他束珠高角 不得了 所以我對於這樣的論調 我覺得既沒有邏輯 也難以服眾 實在你更加生氣 你不幫 又一句 幫又一句 用不著講這些話 講這些話 親痛受快 有何益呢 用這些垃圾 所以我告訴大家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其實應該全開除 就這麼簡單 我不是民進黨員 這些民進黨 你自己都搞定他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會覺得是 黃明智 從來不會因為他抗中寶台 他不是反中 是抗拒一些小粉紅這種文法 保護台灣 台灣有很大的市場 每天 你落到地鐵 折運的一些通道 我今天有聽到那首歌 玻璃心 播不停 大家的士都有播 新聞也有播 所有電腦都有播 所以我告訴大家 加油 黃明智 台灣是你的大市場 馬來西亞的華語圈 和全世界的華語圈 都是你的大市場 希望你繼續加油 香港 玩法 但香港 有很多人看youtube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封網 都是斷網 封關 裝apps 和這個 逼針 基本上是現在的情況 你如果這樣 帶到香港 活在一個大監獄 越來越活在大監獄裡面 所以香港人 即是儲了你的歌 分開足夠 每天聽 除非你離開香港 所有的事情都不同了 但現在 香港江河日下的形勢之下 我會覺得 這麼好聽的歌 呼籲語聽不到 甚至聽歌有序 下載有序 而追求你 現在的存在 都變成有序 這個就是我 很擔心的地方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和我明知 這個很出色的馬來西亞歌手 很出色的華語歌手 也很出色的粵語歌手 因為他唱很多 有幾首廣東唱的 很好聽的 也希望 支持他繼續創作 我自己想 為什麼台灣 少了一些 這麼能夠直接 去抗中保台的歌手 當然有一些 你看看滅火器那些 有 但是基本上他的歌 不像王明志那樣 那麼爆 為什麼呢 因為王明志 寫得認 寫得好 他的歌詞 很多東西都很到位 當你一個人 有金錢的負擔 有唱片公司的負擔 有唱片公司的 唱片公司的 唱片公司的人情人情人情的負擔的時候 這麼多負擔的時候 你的人一定不自由 你就是為那些人而活 互相為對方而活 最後你不是為自己而活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一個人 記住歸根結底 得你的信念 要夠強 就會成功 肯去想 敢去搏 就會贏 希望香港人 去到其他地方 成為當地的人 成為新台灣人 成為新美國人 新加拿大人 新澳洲人 新英國人 都希望大家 能夠秉持這種精神 不是繼續聽完 以前的歌 儀儀 當然要聽 不只是聽那些歌儀儀 而是 創造新的文化 創造新的音樂 創造新的電影 我希望大家能夠做到這些 而台灣 是中文的集散地 很清楚 是更能夠承載到這種能量 我希望 香港人會繼續 追逐自己的夢想 台灣政府 不要再 在很多情況之下 做出一些不合理的 一些排擠的行動 尤其對於一些 甚至 我已經花了很長時間 說 台灣只會做些什麼 未來也會更加 努力去做這一點 希望 加強這方面的溝通 我會盡力去 幫大家說多些說話 希望能夠 做得更好 未來的路 是靠大家走出來 大家 各自去修行 將自己的東西 走得越來越寬闊 我想是我的期望 無論今天是跟我同行的人 或者是不同的同行的人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成功 因為很簡單 香港人 加油